以其达到初期不一的效果 据说沙特也已经同意准备给以色列的空军放水 搭建以色列袭击伊朗的空中走廊 据美国全球安全网披露 以色列正在采取实际行动 准备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刀 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 10月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秘密会晤了沙特高官 而这场会晤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暗中撮合的 会晤的重要话题之一可能就是以色列向沙特借路一事 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与伊朗并不接壤 所以首先要解决攻击路线的问题 借到沙特是最优选择 以色列情报机构与沙特保持着多年的工作关系 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而沙特一直担心伊朗在中东做大 早就想借美国甚至以色列之首打击速敌伊朗 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 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负责人派克认为 如果以沙能够联手 沙特提供空中走廊 以色列战机即可直接穿越沙特领空 打击伊朗能取得攻其不备的效果 外界甚至已经推测出了进攻的武器 如果以色列真要空袭伊朗核设施 可选择的打击平台会是 美制F-15I战斗轰炸机和F-16I战斗机 其中F-16I是美国专为以色列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 可挂载两枚900公斤炸弹 在弹药方面 已军有了美制精确制导炸弹 可在15公里外投掷 可穿透数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完全可以对付地下核设施 实际上以色列要攻打伊朗 据说已经谋划已久 甚至考虑过让潜艇借到苏伊士运河 或者借到土耳其单独打击伊朗核设施 但综合起来 据说以色列方面认为 借到沙特是最优选择 好 针对这条消息 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马晓琳 晓琳 首先你个人认为 你觉得这条消息是真的吗 另外既然媒体透露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你觉得它反映的是 各方之间背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和动机呢 好的 张宇 在中东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美国媒体披露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觉得跟最近的伊朗核局势的变化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实际上在虽然伊朗核局势出现了缓和 在国际原本机构提出 就是说同意伊朗把这个核燃料拿到境外去 提取这个制造燃料棒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伊朗的态度呢 又发生了变化 就是不同意将全部的这种核燃料拿出境外 那么又提出说 要是先给它提供燃料棒 然后再把这个核燃料再拿出去 那么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是令美国感觉很不放心 认为这是伊朗在坐地起驾 是已经又是在拖延时间 以这个时间换空间 还是想拥有核武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抛出一个试探气球 抛出一个威胁气球 告诉伊朗 如果你执意要是在这个 运河的道路上走下去 谢谢 感谢观看